什么事 俊儿这一病 让臣妾深深体会到 我大汉子嗣 必须绵延昌盛 所以 请陛下 接纳财选 魏子夫真是太打雾 竟然张罗着给汉武帝留扯纳妾 只为了能确保汉氏的子嗣绵延 真不愧是一代贤后 说到纳妾制度 很多人将它视作是古代男人的一项福利 可以光明正大的同时拥有多个女人 只是古人为何如此热衷于纳妾 第一个原因是为传宗接代 古人常说不孝有三五后为大 有没有子嗣 子嗣数量的多少对于一个家族是很重要的问题 然而彼时的社会风气 以及医疗条件的落后 导致很多女子无法有孕 或者将不孕的责任禁术 推托到女子的身上 很多无所处的妻子 不管是迫于压力 还是真心希望给丈夫留下子嗣 都会选择给丈夫那几方小妾 一来为夫家生儿育女开支散意 二来自己也不用落人口时 留下善度的骂路 第二个就是为了充门力 在古代虽然被允许纳气 但这项福利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 一般能养得起的小妾 无意不是有钱或有权 这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好面子 凡事都要逗上一道 就连女人也被她们当作兜夫的资本 就比如西进的巨幅石虫 她的家里就养招数千个小妾 倒不是说她十分好色 而是有这么多小妾 会让她十分有面子 以此展示自己的财富 当然这些小妾也不能白吃饭 每次时冲举办宴会 她们都要登台县武工人观赏 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当场 送给有权有势的薰鬼 被当作货物一样送来送去 由此可见小妾在古代 根本不被当人看待 那么小妾的地位 到底低到何种程度呢 众所周知古代的婚姻制度 是一夫一妻多妾之 也就是说男人一生 只能有一位妻子 剩下的不管多么宠爱 只要不是明媒正举 八台大叫进门的都是小妾 而且桌里中记载着妾 见者可通买卖 也就是说小妾卑贱到 可以像是货物一样随意发卖 不过有两种妾却是例外 在妾这个行列里 分拙三六九等 主要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贵妾 良妾 平妾 贱妾 贵妾一般都是由 跟着正妻嫁进来的随嫁之地 也就说和当家主母 沾亲带过 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 这样的妾是在辅上 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 不能被当作货物 更不能随意买卖 其次还有一种贵妾 妾妾就是生下儿子的 母凭子贵不单单 只用于宫中 很多贵族世家同样有用 至于良妾 虽然比不上贵妾的地位 但身份照样不低 能当良妾的女子 手下满足两个要求 第一就是家世清白 也就是良敏出身 第二就是由丈夫 亲手撰写纳妾文书 尽管良妾依旧在妾的范畴内 但有了纳妾文书 这些女子不仅不会被随意卖掉 后半生也会得到相应保障 也算是一张长期饭票吧 而平妾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他们既没和正妾占亲带过 也没有拿到纳妾文书 之所以被取进家门 多半是被当作了生育机器 只负责传宗接待而已 而最后一种是贱妾 这种小妾地位最低 他们大多来自封臣之地 或者罪臣之家 有幸受到薰贵的宠爱 被赎进府中 比如知否中的 被随意发卖的林秦霜 就是如此 但不管是哪一种妾室 地位不论再高 或者再受宠爱 他们永远无法与正妾披命 可也是因为这一点 他们有了一个特权 一个让正妾连死都得不到的权力 古代的小妾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地位低下 竟也能成为他们的免死金牌 妾的身份低贱 在古代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 因此就算男主人再宠爱小妾 傅家也不会承认他们的地位 因此家族的很多活动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参加 除了地位低下外 小妾的生死也牢牢掌控在丈夫的手中 不仅可以随意打骂 甚至就算杀了这些小妾 在当时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世界 更可怜的是 小妾就算是死 也不能进入夫家的祖婆和祖坟 受宠的还好 会被男主人好生安葬 若是不受宠的 估计就是草稀果实被扔乱葬口 除了生死被人掌控外 就连小妾生的孩子 也要称呼当家主母为母亲 而她这个生母反而只能被叫做一年 虽然小妾上不了台诺 但正是这个原因 让他们在夫家面临灾祸时 可以保住一命 因为能豢养多个小妾的人 大多都是在朝围观的人 但正所谓伴君卢伴 很多当官的一旦得罪皇帝或者权臣 通常都会被流放 或者干脆被诸连抄家 这样的连作制度 无疑会让整个家族 甚至是多个家族 全部牵连进去 然而小妾并不在清算的范围里 因为他们根本不算是家族的成员 所以夫家有难时 他们大多被遣散 或者送给新的达官贵人 至少能勉强保住一命 尽管平时是被当作祸 但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平日里被人瞧不起的第一件地位 反而能为他们密得一丝生机 说出去确实有些讽刺